男主角阿菲爷爷在花海中 泄构了他的梦中情人阿雪奶奶 两位来自不同成长背景 一个说台语 另一位抄着一口金片子 却谱出一段纯粹浪漫的爱情故事 我让他起身在那一刻 他就像一从花田中冒出来的精灵一样 深深的触动着过来 你懂不信 你跟我听这些欧啊 你还在欺负啊 你也想我这些人偷一把 这是台北海欧剧场 改编莎士比亚的喜剧 《无视自扰》所推出的全新作品 导演宋霍宽带领一群年轻演员 扮演年纪超过六七十岁的老人家 把四百五十年前的场景 切换成现代养老院 希望让观众回忆起年少轻狂的时代 这是我们剧团的第四个作品 改编自《沙士比亚无视自扰》这书喜剧 那我们把小色年龄一律拔高到 七十岁八十几岁 然后让原本青春洋溢的恋爱喜剧 变成了老人家的黄昏之恋 全剧跳脱常见的少年情怀 细腻地找出生活上的琐事 敏感地描写人物对话 温馨中带点搞笑 很能引起共鸣 八月十二十三号两天 将在台北南海剧场演出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可别错过这难得的机会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